一只淡水龟沉湿在大海边 龟壳上被刻上四个大字 谢许宿珠 基隆市和平岛公园粉丝团 发文写道这令人心疼的事件 这一只再也回不了家的孩子 在他壳上的这一笔一画 是经历了多巨大的痛苦 因为龟壳上有许多神经 就像我们人类的骨头一样 被刻字是会痛不欲生的 不少网友看完后也说 这应该是迷信放生 就会有功德回向的刻字 应该是有人想用这方式 替这位谢许宿珠祈福 然而像这种淡水龟 如果被放到咸水的大海 根本就不是放生而是杀生 而且不当的放生 其实违反生态学及生物适应力 会造成虐待动物 破坏生态及公共危险的后果 明显大优室 保皇上 价格 孙空 如墜 搏 资约 wait sat 快 十 超 二 今回 室